满一掌 我幸福感不高 怎么调整自己 还有一个是我都三十了 一事务成 各种不顺 该怎么办 还有一个我消极得很 感觉奴隶得不到回报 怎么办 还有一个是我怎么在别人拥有了星辰大海 自己却平淡无奇的环境下 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我今天和大家聊一个事 确实是我们所有人不可能都在他肩上 就是我们多数人呢 这辈子是平凡人 这辈子是做平凡工作 就是你想到金字塔那个他肩上 那也就百分之五左右 那是很小的概率 所以这个我们得认 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我想说我们多数可能就是默默无闻的平凡的人 但是我想说我们工作平凡 我们人生可以尽可能地做到不平凡 我们人生尽可能做到有意义 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 举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 就是日本那个寿司之神 你们一定知道 你说日本那个寿司你都吃过 你看他的鱼是生鱼片 他那个米 他是煮的大米 按道理来说这玩意有什么手艺 我就想不明白 他能成神 排队要排两个月 所以我想说 你看就做寿司这个事 我们就可以成神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我们任何一个工作都比做寿司更有含金量 更有意义吧 这是第一个事 第二个事 我想给大家聊的是 你们我不知道看过一段视频没有 就是港大 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排名是非常靠前的 港大香港最好的学校 是港大有三宝 其中有一个宝 就是他的 就是他的宿舍的宝结园 江湖上是三嫂 因为他在家排行老三 大家都叫他三嫂 然后是17年去世 90岁 他被那个港大 追封为院士 就是在港大是神一样的人物 你看一个宝结园 被封为院士 远远超过所谓的顶尖级的教授 他29岁去港大做服务员 做过厨师 做过宝结园 最后成为宿舍的宿舍里边的灵魂人物 44年 十年如一日 就是做饭打扫卫生 做饭打扫卫生 但是为什么 他成了港大的灵魂人物 被封为院士 所以我想说 工作和人格没有任何关系 任何工作没有贵贱之分 我们任何工作 都可以把它做得有人格 有灵魂 有意义 你看他怎么做的 被很多学生 一直念记着 就是有头晕的时候 他给你送药送粥 有你学习学到凌晨多的时候 他给你做饭等着你 给你送夜宵 他做的很好的几个点心 一直让学生 你一直惦记 什么做的什么 麻辣糕了 麻豆糕了 老火汤了 什么 集世界的学生 就说一句话 这个 书舍的这个保洁员 他说三嫂 他们都叫他三嫂 其实叫三奶奶 就是我 因为十来岁的孩子 叫七十多两老奶奶了 他们都叫他三嫂 三嫂就像他妈妈一样 就给他熬什么大米粥啊 玉米粥啊 大米 大西米了什么 有很多我也不知道 就是对那么学生 当自己的孩子一样 所以成了香港大学的灵魂 你要知道十来岁的孩子 他有时候会谈恋爱 会失恋的 然后他给你做工作 然后他教你谈恋爱 这是港大第一个 把他的名誉院士 给了一个最基层的员工 和他一天发奖的呢 另外一个人 就是汇丰银行的行政总裁 香港的首富 李兆基的长子 香港的资深大律师 郭庆为 和他一起被分为院士 25岁研究生毕业 然后有没有必要赌博士 我还是说过 他要喜欢做研究 他就赌 如果不喜欢做研究 特别是女孩子 千万别读博士 然后是我认为 女孩子不喜欢做研究 然后就是本科好好工作 我认为就很好 我不是专门跟你们说过吗 你们应该是 看我那个员工的留言 他在天大赌研究生赌了一年 然后不赌了 退学了 就跟着我那个小徒弟工作 他来的时候 我就说 我说你万一待不下来了 你还保留你的学姬吧 你休学一年 不行你再回去 结果这伙计 非常果断的 从天大退学 在我学院工作 但是他就面临一个风险 就是万一这个转不了症 找不到感觉怎么办 但是他还真 踏踏实实在这工作 因为他在天大学了一年 他认为物聊至极 然后一个男孩子 再折腾个三年之后 在工作 很麻烦 我只是谈我的观点 你们千万别把我的观点 当答案 我的观点仅供思考 就这一点就够了 这个我讲的两个案例 我想说一个事 就是我们的工作 尽可能找到意义 然后静下心来好好做 从中找到感觉 就这一点 比如在几个 我以前给大家聊过 我太山观人圈的诗基 主要负责接送老师 但是他名片 我就不给他印诗基 我给他印的行政专员 就是可以兼诗基 然后他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他相当于承担了接待的工作 要不然的话 教学部再安排一个老师 陪他一块接待老师 这不就浪费人工吗 他实验堂子 这不是老师混熟了吗 这样的话他省一个人工 他自己接待也开心 然后和老师混熟的话 再和老师一块吃喝呀 再一块洗个胶啊 再一块按个膜呀 感受这无所谓啊 是吧 这实验当的是不是也很开心 然后是不是再给老师 讲一下极难的段子 不跟你讲吗 再给讲一下极难的是 那个潘金莲咸菜怎么吃 吴大郎烧饼怎么吃 第一老师开心 第二个学案省个人工啊 所以我就举这个案例 我想说每一个工作 你只要用心做 你都可以做的有意义 但是你要是不用心 谁也没知 然后给大家念一段话 这一个父亲给孩子说的 他说孩子 我要求你赌书要用功 不是因为我要你给别人比成绩 那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 有选择的权利 选择有意义 有时间的工作 而不是被迫谋生 就是当你的工作 在你心中有意义 你就有成就感 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 不剥夺你的生活 你就有尊严 成就感和尊严 会给你带来快乐 这龙应台说的是吧 我认为说的很好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从中找到感觉嘛 然后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这个我以前聊过 就14年的时候 瑞士全民公居 是不是给每个国民 不需要工作 都可以发一个月 两万八的收入 我已翻译成人民币了 但是惊讶的是 瑞士人以76%的反对票 拒绝了这个免费的馅饼 而且瑞士全国23个州 每一个州最终投票的结果 都支持该提案 这就是为什么是瑞士 瑞士公民的数字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你说工作有意义没有 你说让我们投票会怎么投 所以我想说 我们要重新理解生命 重新理解人生 然后再谈一个工作的意义 57年返幼 广州的一个女孩 叫林宝儿的父亲 被打倒入狱 背着黑身份 在当地没法立足 所以冒险越境 往香港谋生 在香港误亲误故 找工作还需人担保 无奈她下嫁给了九龙 平民叫周一上 这个女的很快 就是这个林宝儿 很快和周那个一上 生了两女一子 她毕业于广州师范大学 这个林宝儿毕业广州师范大学 她读过很多书啊 然后用《腾王歌序》 当中的有一句话 叫《雄周物猎》 俊才兴词一句话 给她儿子起了一个 很俊俏的名字 叫周兴词 这就是工作的意义 然后我再给大家 讲一个小故事 1793年 法国大革命 当筷子手在断头台上 走到路易十六身后时 意识到自己 站在一个空前绝后的位置上 忍不住对路易十六 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知道 我竟然要结束 八百年的历史吗 路易十六留下了一句 非常有尊严的遗言 闭嘴 执行你的工作 我就聊这些 多少给你们有点启发 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 找到工作的意义 你看 同样过一天 各位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工作当生活 有意义的过 非要喊物聊 喊敌对 和所有人都敌对去工作呢 你看我们有太多的人 和上级敌对 和老板敌对 和公司敌对 全是敌对在工作 为什么不能当成成长的伙伴 就是一辈子 就是一辈子大家一起做一件事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享受生命呢 这个是我想说的 就是我还是希望我们找到工作的意义 而且我给你们讲的 真的可以把工作当成生活 当成享受生活 真的是这样的 你看看跟着我的那些员工和徒弟 你就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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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